其實這個台中驗出這樣的事情 我們雖然說這是一件 驗出來是一件這個事件 但是對於食安應該要玲瓏忍 不能因為說他只是驗出這一盒肉 然後所以就說可能是台中市政府有問題 那就開始說就開始漫天鋪梯的 就是把很多莫須有的罪名 就扣在這個台中市相關的市府 或是市府相關的基層人員的身上 實安是玲瓏忍的 那最重要是要找出原因 而且我記得當初這個 後來在復驗的時候 中央的這個中央單位也有去 而且有全程露營 那這個全程露營過程中 也證實確實有這樣有一塊肉品 是有這樣驗出這個毒性 所以也還是要找出原因 應該不要說我想現在整個方向 好像都要導向說是台中市政府 好像基層人員做了什麼措施 這個是非常不應該的 總共9頁的報告 我看得很認真 他們寫得非常的隨便 整本報告裡面呢 只有傳達12個字 馬英九好爛爛 民進黨好棒棒 不死會吹噓 不知反省 沒有病逝感 不會找問題解決問題 民國97年開始講起 還在馬維拉 為什麼不從盤骨開天開始講 管閉鱗要管閉鱗下台 管閉鱗聽見了嗎 其實我今天要講的主題不是這個 但是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擺在這裡 我今天我要講的主題呢 是有關於食安 因為昨天晚上到很晚的時候 行政院才把食安報告送到我們黨團 那我抱著非常認真的心情在看這份報告 但是我看得很認真 他們寫得非常的隨便 整本報告裡面呢 只有傳達10個字 應該是12個字 馬英九好爛爛 民進黨好棒棒 就是這12個字 總共9頁的報告 大概一半以上在吹噓民進黨做得多棒 這我只有8個字送給這個報告 叫做只會吹噓不知反省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食安問題 一直出現的原因嘛 因為沒有病逝感 所以不會找問題解決問題 這整份報告啊 他從民國97年開始講起 說民國97年開始 裡面馬英九有做多爛多爛多爛 那為什麼是從民國97年 因為97年2008剛好就是馬英九上任嘛 所以就從民國97年 到現在還在馬維拉 還在馬維拉 那為什麼不從盤骨開天開始講 為什麼不從 陳水扁執政開始講 所以還在搞政治鬥爭 現在這個主題明明就是民進黨執政8年 台灣食安問題總檢討 還在馬維拉 然後第二民進黨好棒 因為馬英九都是系統性問題 民進黨都只有個案問題 所以民進黨好棒 我就問啦 請問蛋液洗產地不是系統性的問題嗎 農業部當時告訴業者說 巴西的蛋進來以後變成蛋液 他就實質轉型了 所以可以把它變成台灣製 結果巴西蛋可以洗產地 這是個案還是系統性問題 這就是系統性問題 那為什麼 整份報告裡面說民進黨只有個案沒有系統性問題 然後再來在最後啊 大家關心的西布特羅的案子 只有一夜半啦 九夜裡面吹噓完之後 只有一夜半再講西布特羅 裡面自己提到很清楚的提到 農業部接下來要負責調查養殖跟屠宰階段 衛福部要調查販賣階段跟檢驗階段 然後保七總隊跟警察也要去調查實驗室的問題 那就代表你中央有責任嘛 你中央也是有職責所在要去處理食安嘛 那為什麼一開始一直把問題全部推給台東市政府 民進黨說叫陳建仁來不如叫盧秀燕來 那你自己在這邊寫一大堆說你要做事情幹什麼 我今天是因為我沒有抽到質詢啦 所以利用這個國事論壇發表意見 這個非常重要 希望說 立委員明天將針對食安專報展開朝野協商 請問政院準備情況如何 如果朝野協商破局要拖一個月 才可以進行食安專報 請問院長怎麼看 好 對於立法院要求的食安專報呢 實際上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至於相關議程的安排 我們尊重立法院朝野黨團做最後的決議 那在這裡要跟各位國人同胞報報告 實際上我們對於食安的問題呢 是從全年不休 這一次的這個事件從春節前到現在 那我們相關的單位呢都一再的去了解這個事實的真相 然後去做相關的檢驗 到現在為止一共有884件的這一個足肉的弱品呢 從中央也好地方政府也好或者是民間單位的檢驗也好 都沒有測到包括西布特羅在內的這一瘦肉菌 所以是相當安全的 請國人放心 但是我們呢也希望能夠讓這個國人 來瞭解這個事實的真相 所以我們請衛福部來推動的專家學者的委員會呢 實際上都已經召開了 那我們也要求他們希望能夠在最早的時間內呢 就能夠來跟國人來說明 那實際上台中市政府呢也認定這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跟中央政府的看法是一樣的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就要呼籲大家更放心 這不是一個系統性的食安的問題 那國人呢可以放心 但是我們也會來積極的使得這個相關的食安的這個工作做得更好 那所以我要跟各位說明的是 最近我們在食安的工作上 都相當的盡心盡力來進行 那這個食安問題並不存在 但是我們也會在立法院跟國人報告 這八年來 實際上我們在食品安全方面 透過了食安無防的努力呢 已經更加的精進 比起前八年來進步很多很多 所以我也很盼望能夠在立法院 能夠盡早的來提出食安報告 因為南面都希望說23號可以來進行食安專報 那你會不會覺得忙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其實我跟你講喔 這種事情喔 如果是在一個政府跟人民附信的國家 根本就不是問題 就是說到底把那一批豬肉是只有那一塊有撤出來 還是整批還是怎樣 其實我在想這很簡單的事情 有沒有搞到這麼複雜 如果說整批豬肉都撤不出來只有那一塊 就不用想你知道這實驗是污染 因為不可能說一批豬 吃了這個瘦肉精 然後每一隻豬都沒有事 只有那隻豬有事 甚至說那隻豬吃了 其他部位都沒有瘦肉精 只有瘦肉精全部集中在某個部位 這不可能吧 所以應該是那一批同一天屠宰的同一個屠宰場的同一個牧場出來的豬 特別是在前後幾天的 那些豬的取樣 到底有沒有嘛 有那就是系統性的問題 如果整批都沒有 只有那一塊有 你問我的話我第一個就拆那個實驗室污染 因為那個瘦肉精不是 我們平常用的萊克多巴胺 這種東西倒是講 你只要一個鐘頭兩個鐘頭數據拿出來專家會議做下來 一兩個鐘頭就知道答案的東西 結果搞到整個國家在那裡 要不要立法院要不要開民視會 哇這公開一下 所以你認為是國民黨作秀炒過頭嗎 不是啦 那我就另外 那民進黨為什麼要仰岸 這個我現在懂 就是說很多事情可以很容易解決 搞不好民進黨在搞那個誘敵深入 國民黨在那裡 就這樣鬧 拜託大家 這個簡單的事情簡單解決 還有很多重要事情要做 不要浪費時間在這種無聊的事情 不妙 不妙 好 不妙 好 好 不妙 好 我